星辰4點57分 鄭文燦穿著黃外套黑短褲 走出法警室卻沒有直接離開 而是走向後方洗手間 律師將事先準備的西裝外套 與牛仔褲交給鄭文燦 花了3分鐘換完裝 並戴上口罩 才步出桃園地方法院 還機會前董事長鄭文燦 在桃園市長任內期間涉嫌收賄 桃檢貞結起訴鄭文燦等11人 28號凌晨1點25分 桃園地院認為鄭文燦 雖然有逃亡之餘 但先前已遭到羈押 檢方也爭吵完被起訴 已無再押必要 裁定鄭文燦以2800萬元交保 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地院宣布交保後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的哥哥 鄭文斌與律師一前一後 拖著行李箱分兩批送進桃園地院 總計一共花了111分鐘 凑齊2800萬元現金 經過約兩個小時後 清點才完成 時隔48天現身媒體前 鄭文燦白髮變多 身形也明顯銷售不少 面對鏡頭以及媒體喊話 鄭文燦全程靜默 快速坐到車上 隨後一行人開車時離 轉往桃園高級社區